最近在热播的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功夫影星赵文卓几乎承包了节目的笑点 作为硬汉打星的他 唱情歌是怎样的画面 那一句陪你去看流星雨 别人深情款款 而他颇有一种气壮山河的架势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是 莫过于听赵文卓唱流星雨了 但谁能想到一脸正气的赵文卓 过去的感情生活却丰富多彩 上到梅艳芳下到如今的妻子 甚至还偷偷养育私生子 属实有些不简单啊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风流情史 1991年 元奎到北大为自己的新电影 功夫皇帝方世玉物色角色 主角方世玉已经敲定李连杰饰演 而片中九门题都一决迟迟未定 赵文卓则因为一套流利的通辈权 被元奎相中 这部电影上映后引起很大反响 赵文卓也凭借大反派九门题都 这个狠辣的角色惊艳了影坛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因在出道作中的精彩表现 徐克注意到了这个长相秀气 还能打的武术冠军 签约后的第二年 赵文卓便出演了他导演的电影 青蛇 成为史上最帅法海 虽然影片中的法海 抑制自己产生七情六欲 但现实中的赵文卓 却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恋情 正爱的轰轰烈烈 在拍摄期间 与视野侍女的香港演员陈东梅 传出绯闻 多次被媒体派到两人一起吃饭 经常结伴返回剧组所住的酒店 两人之间的互动很是亲密 但随着电影的杀青 两人的恋情也就此结束 毕竟对于现在的赵文卓来说 专心搞事业才是最重要的 自然不会被儿女情长拦住脚步 那时的赵文卓在娱乐圈还是个新人 没什么朋友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那就是张国荣 两人在拍摄金玉满堂时相识 众所周知 哥哥是圈里出了名的老好人 非常照顾后辈 在拍摄之余 张国荣经常带赵文卓出席一些活动 介绍身边的朋友给他认识 赵文卓也因此结识了娱乐圈的大姐大 梅艳芳 成了她的健身教练 这层关系随着实践的推移发展成了姐弟恋 可一位已经是天后级别的人物 享誉香港影坛和乐坛 一位是处处茅庐没几年的五大小生 地位悬殊 不得不让人质疑 小梅艳芳九岁的赵文卓只是拿她当跳板 外界的流言蜚语以及女强男弱的性状 让赵文卓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最终两人因为一些习惯和生活上的矛盾 持续了两年的恋情宣告结束 多年后梅艳芳因患癌症去世 也许是因为旧情难忘 在梅艳芳的葬礼上 赵文卓送上了写着 此生至爱一路走好的花牌 并没有到达葬礼现场 她的葬礼的时候 我写了一句话代表了当时我所有的心情 就说此生至爱 是八个字 此生至爱一路合走 代表了我所有的心情 话说回来与梅艳芳分手后 赵文卓出演了武侠电影《刀》 那一时的她还处于失恋期 在拍摄时总是心不在焉 经常不在片场 徐克对此很不满意 在《刀》拍完后 她几乎不再与赵文卓合作 唯一的一次还是在拍摄影视剧《黄飞红星传》时 出演这部剧的还有一位名叫吴奇莉的女演员 那时的她刚出道不久 拍戏的第一天 剧组聚餐 吴奇莉主动和赵文卓敬酒 直言自己是赵大哥的超级影迷 之前与梅艳芳的恋情 让赵文卓的自尊心很失手伤 现在一个长相漂亮的小明媚送上门来 她自是抵抗不住 这晚过后 两人经常私下约饭 关系十分精密 但被媒体报告后 两人却一口咬定 只是朋友关系 这段绯闻也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后期 香港的武侠片逐渐没落 赵文卓回到内地发展 随着事业渐有起色 桃花运也随之而来 在拍摄《风云雄霸天下》时 她又与穷摇第一美女蒋秦静传出了绯闻 但这次赵文卓仍死不承认 还没有女方坦诚 蒋秦静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她与赵文卓的关系只维持了20天 至于两人为何分手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段恋情结束之后 赵文卓颇有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放着娱乐圈里形形色色的大美女不要 竟爱上了圈外一个名叫小莲的上海姑娘 两人的感情发展得十分迅速 没过多久 小莲就未婚先孕 为赵文卓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小莲所期待的求婚却遥遥无期 在儿子两个月大的时候 赵文卓向小莲提出分手 在北京给母子二人买了房子 可这样的弥补方式怎能化解小莲心中的痛 回归单身的赵文卓没过多久就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也就是信任妻子张丹璐 两人在06年结婚 这位情场浪子也总算安定下来 如今九年过去 张丹璐先后为她生下三个孩子 而女双全凑成了一个好字 赵文卓也很是欢喜 经常在网上分享妻子与子女的照片 与赵文卓的前几位女友相比 张丹璐可以说是最普通的 既没有蒋晴晴的美貌 也没有梅艳芳的名气 更没有小莲的才气 却成了最大赢家 允许赵文卓稀罕的不是单纯的爱情 她想要的是一个了解她 包容她的人 经历了那些轰轰烈烈 刻骨铭心的爱情 最后发现安安稳稳的幸福 更加珍贵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